你知道有哪些异常大的车辆吗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六种交通工具 看看是否越大越好 第一辆 全球最大吉普车 由阿联酋亿万富翁阿勒纳哈扬所拥有 整车高6米 重4.4吨 比四辆标准吉普车还要大 光是发动机就相当于九只落土的重量 驾驶座就像一个家用大沙发 正常人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够着方向盘 更不用说来驾驶它 但是据有关报道来说它是可以开走的 曾在2010年被评为世界最大吉普车 酋长的第一个超大型创作是1950年的到期旅行车 这辆车为它的石油事业积累了许多财富 所以选择它来创作就显得更有益 在此之后是这辆超大型威利斯吉普 第三辆则是一台巨型汉马 它也可以正常行驶 普通的车在它跟前就像是小玩具 不得不说土豪的世界无法理解 第二辆公路列车 在澳大利亚有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巨大的卡车头后面拖着长长的车厢 它们是这里特有的矿石运输专用车 澳洲内陆几乎没有铁部 只有这些巨型卡车才能前往偏远的矿山和农场 内陆的道路比之且空旷 所以也非常适合这种公路列车 当这样一辆巨无霸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 与其交汇的车辆仿佛会被吸引过去 所以这些大车也只被允许在空旷的内陆行驶 但车辆如果发生故障却是非常致命的 也被称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第三辆 全球最大摩托车 这辆车比普通摩托大六本 大到连坐在上面的人都无法分别 长9.7米高5米 重量约5吨 普通人在它跟前还没有轮子高 搭载一台5.7升V8发动机 是一辆可以行驶的摩托 不过不是拧油门来前进 而是由座位上的按钮来控制方向和油门 骑着它在公路上应该会很拉风吧 如果不小心摔倒恐怕扶不起来 不过不用担心 在后面有两个辅助小轮来保持直列 2014年驾驶员开着它行驶了100米 因此获得了世界最大可骑摩托车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但想要去另一个地方还得依靠卡车来运输 因为太大看不清前面的路 可能是恶灵骑士的专属作家 第四辆 大脚5号怪兽卡车 这辆大脚车曾在美国家喻户晓 它是在福特皮卡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底部装有4个3米多高的巨大轮台 整车高度为4.7米 重17吨 搭载一台V8柴油发动机 由14根避震器支撑整个车身 由于高度太高没有达到竞争要求 所以在官方的怪物卡车比赛中从未出现 但是在场外可以看到它4米亚 第五辆 祖布尔气垫船 这是一艘在80年代诞生的特殊武器装备 长57米重350吨 是世界上最大的武装气垫船 主要负责在陆地和水上运送人员和装备 满载排水量为555吨 最多可运输三辆主战坦克 十辆装甲车或140名陆军人员 它可以在崎岖复杂的海岸线进行登陆 当部队或不计品下船时 中间的坡道会压在气垫上示意保护 在高达1.6米的垂直墙壁上也能正常登陆 搭载五台涡轮发动机 船尾装有三个大型推进风扇 最高速度63节 也牛级气垫登陆舰还装备火力强劲的武器系统 例如火箭炮和防空导弹等 不过现在这个登陆舰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第六辆 天空登陆者10号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飞行器 外观看起来就像是飞机和飞艇的混合体 尤其是尾部独特的造型酷似同步 所以也被许多人称为飞天屁股 长92米 再重量达1万公斤 是一种混合动力飞行器 以氦气为生力 在起飞时需要注入大量氦气才能离开地面 搭载四台325马力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高飞行时速150公里 主要用来通信测量 运输货物和旅行等民用领域 它可以在1000米的高空停留5天 而且就算是被子弹击破的能照飞服 然而这项计划并不是一帆风水 原因是2016年一次命运多舛的试费 飞行器被迫促冲着陆 导致驾驶舱受损 不过好在没有人员受伤